68岁女星吴家山参演过三粒不少戏剧 包括鸟来博与十三矣 《我一定要成功!真情满天下》等 甚至还和廖骏主持过外景节目《欧几桑游台湾》 伶牙俐齿又幽默的个性 总让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而出道多年的她 私下个性也是相当潇洒 吴家山接受三粒新闻网专访时还透露 自己曾向儿子交代起自己的后事 吴家山过去虽演过不少恶婆婆角色 但其实私底下 对待小儿子和媳妇可是相当开明 不给生子压力 也不会要孩子 一定要在特定节日回家庆祝 另外也曾叮咛尚未结婚的大儿子 一定要对自己的未来打算 她笑说万一哪天我蛤屁了 一定要对自己的未来打算 甚至直接表明 你不是富二代 也不是新二代 你就是你 要会把自己打理好 因为我是不会帮你规划好的 不喜欢给后辈带来麻烦的吴家山 似乎也已经决定未来要树葬 甚至还说给儿子听 我就说将来就路上撒一撒烧一烧 再找棵树 不用麻烦 也不用半告别事 因为她认为 现在的年轻人 对于过去留下的传统礼俗 只会越来越简单 越来越容易淡化 现在家里有祖先有神捉的 就是到我们这一代了 现在连扫墓都用手机了 下一代不会再败了 就是渐渐的没有了 吴家山认为 人离世以后的形式 都是给活人看的 甚至就是败个心安 因此年轻人不败 自己也不会勉强 我们还有心要做 就尽量 不然年轻人不会败 那也没用 不要太给年轻人压力 我无所谓 以罪省的方式 洒出去就好 潇洒人间走一回 潇洒地洒出去 最后还分享 老天怎么给 我们就怎么做 老天怎么排 我们就怎么走 顺天意 该是我们的就我们的 不该是我们的 别抢求 人生顺其自然一切随缘 曾经是令人称现的 荧幕夫妻档 许家荣与吴家山 因老公许家荣外遇 三十年婚姻触交 目前独自搬到外面住的许家荣首次坦诚 两人已分居多年 主要是第三者关系 导致婚姻破裂 虽然跟老婆还没签字离婚 但目前跟离婚没两样 吴家山则低调不愿意说 离婚的事 去问许家荣吧 不要问我 外表四问帅气的许家荣 曾经是中世当家闽南语小生 曾经掳获不少欧巴桑的芳心 而老婆吴家山 则走邪心搞笑路线 最近 他除了掩三粒鸟来 博语十三仪 还跟廖骏主持三粒 欧集上游台湾 同样拥有不少影迷 娃娃脸的许家荣坦诚说 当时是因为我外遇 导致婚姻破裂 除了外遇外 他还说 还有两人个性不合 我们都是属羊 个性都很拗 也因个性太相近 经常发生摩擦 他说 我们都是嘴硬心软的人 都不愿主动低头认错 他也坦诚自己有大男人 主意 外遇加上个性不合 许家荣负气之下 搬离家 丢下老婆跟两个儿子 他说 当时 我一个人只穿着T恤 一条牛仔裤就搬出去 什么东西都没拿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签字离婚呢 许家荣说 老婆考虑到儿子 所以迟迟不愿签字离婚 吴家山除了不满老公许家荣搞外遇 也不满他到大陆跟人合伙 做室内装潢 许家荣说 之前曾跟朋友到广州合作室内设计生意 我每天负负责跑业务 本来可以百分之百赚钱的生意 因股东出问题加上管理不善 三年投资的四百万 一毛钱都拿不回来 吴家山因此跟老公许家荣翻脸 还大骂他是神经病 干嘛拿钱去投资 你本身就是本钱 许家荣坦诚 一人转型真的很困难 加上没有生意经验 很容易吃亏 不过 好胜心强的他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爬起来 曾经经营羊公馆的他 最近跟有人在五谷心五路 合伙开家羊肉炉 经营的有声有色 早前演员罗世锋 陈文山特别趁机会替剧中的 母亲吴家山庆祝母亲节 吴家山戏中和陈文山一大一唱 有相当多母子都去互动 其实私底下的他 在家中侍卫严母 对儿子管教很严厉 不苟言笑 与戏中形象反差相当大 他分享 譬如小时候他们开冰箱 要吃东西都要问过我 或是规定他们九点前要回到家 不然就会锁门 所以儿子从小都很怕我 不敢跟我讲话 对儿子教育用心良苦的他 还曾经在儿子叛逆期时 长达三年没接喜 自嘲在家是慈禧的他 对于自己帖的纪律解释 因为大儿子是大孙 小时候又长得很可爱 家里的人相当宠爱他 所以我必须扮黑脸 如果不严厉管教 怕他们会被宠坏 他说 虽然严格管教两位儿子 但他未来不会成为恶婆婆 明里的他说 我一定是很好的婆婆 因为我会想 那是别人家的宝贝女儿嫁过来 所以只要他们带女朋友回来 我都不会板着脸 陈文山私下也是亲至孝 近年看着父母亲年纪越来越大 让他相当感慨与不舍 平时没戏时 都待在家里接送父母亲到医院 他回忆母亲从小就严格 对三兄弟的管教采取连做法 一个犯错 其他两个跟着被打 母亲认为兄弟就是要互相勉励 互相规劝 他叫我们这是兄弟间的责任 小时候会跑给妈妈追 后来发现妈妈渐渐跑不动了 他直接站着给他打 直到上国中时 有天妈妈打他们打到自己受伤 发现小孩大了打不动了才停止 他也暗自决定要乖一点 不再让妈妈因为管教他们 而操心神志伤身 虽然母亲从小严厉管教 现在回过头看 他心中依然充满感谢 表示要谢谢妈妈从小这么严格的教育我们 让我们懂得替别人着想 爱人爱己 没有变成危害社会的人 而罗时锋 吴家山 陈文山也是因为台式新八点档 情分结缘 其中金曲台语歌王罗时锋 戏中将和柯淑琴及方文林有感情牵扯 和两位事后对戏他坦言特别提提错 之前和柯淑琴演过夫妻 当时只觉得这女人气场太强大了 完全被吓到 尤其两位又都是戏警 金钟事后让我压力特别大 感谢老天爷这次有情有份 让我同时和两位合作 是很好的学习经验 不过两位都是单亲妈妈的时候 近期都尝到没戏拍的失业之苦 戏经柯淑琴去年十月 再度获得金钟奖时候肯定 然他从去年四月至今 直接拍了一部网剧 原本借了三立新八点档 后来因换了制作单位 他衰从演员名单消失 幸好转战情分也有更大表现空间 至于独自照顾两个女儿的方文林 更已两年没戏拍 他说没拍戏的这两年 确实心情上不好过 要调试的地方很多 但也多了与女儿相处的时间 他们会自己规划行程 带着我出国玩 买便宜机票 搭连行 住民宿 也都是不一样的货的 难得参与八点档演出的柯淑琴 对剧本相当重视 也期待新角色能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感觉 他表示 和方文林私下也是好朋友 只是之前合作的机会很少 很开心可以和两位合作 相信这部戏有一定的品质 会是一部好看的作品 两位金钟事后 也趁书画空档玩起搞笑自拍 姊妹讨好感情易于演表 提起和罗世锋的对手戏 方文林打趣地说 因为她给人的形象很憨厚 老实 很期待若是演到感情戏会是什么样子 罗世锋和方文林两人之前虽没戏剧上的合作 但她表示 出道时曾受到方文林的照顾 她感念地说 我因为高中毕业上台北参加台式综艺金榜歌唱比赛 认识了方文林 当时没地方住 是她收留我 在她家借住了半年 到现在都还是很感谢 方文林和吴家山则是多年好友 因过去在台式流氓教授合作后留下深刻情谊 巧得是两人还是同月同日生的好姊妹 吴家山笑说 每次生日 我们就会在网上互道恭喜 吴家山这回在戏中将和陈文山饰演母子 私下默契绝佳的两人平时就爱互开玩笑 这次角色为他们量身打造 却让吴家山不甚满意 打去说 我的梦想是演夫妻 但是陈文山不肯 将在戏中饰演忠厚老是农家子弟的陈文山 对这次的黄金阵容相当期待 她表示 方文林和客书琴 一直都是我很欣赏的演员 出道三十多年 终于有机会和他们合作 让我很期待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咨询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